民商消費來看到 受到原物料價格上揚的影響 國內鍋貼龍頭季八方雲集 韓長之後四海遊龍也跟進 宣布即日起鍋貼水餃每顆 調漲0.5元 湯品類 飲品跟部分小菜 則是調漲5塊錢 試算一下如果在四海遊龍 點10個招牌鍋貼 再加上一碗酸辣湯 價格會從原本的85元 漲到95元 這樣的組合漲幅大約是12% 剛起鍋的鍋貼表皮金黃酥脆 評價國民美食宣布漲價 未來想吃上這一頓 得花更多銅板 四海遊龍店面換上新菜單 宣布即日起鍋貼水餃 每個調漲0.5元 湯品類 飲品和部分小菜 則調漲5塊錢 你前腿肉以去年跟同期比相差下 一公斤就差快20塊 酒黃也是撐了一年多了 原物料成本提高 業者動不住寒漲 試算如果在四海遊龍店 10個招牌鍋貼 再加一碗酸辣湯 價格從原本85元漲到95元 套餐漲幅約12% 而之前就先吹起漲風的八方雲集 則從85元漲到90元 這樣的組合漲幅約6% 什麼東西都漲啊 他們薪資也有漲 所以倒覺得還好 我覺得很久以前有4塊吧 一顆大概6塊 我覺得真的有點貴 現在什麼都漲沒辦法 還是要吃啊 鍋貼龍頭霜 漲平價美食的小確幸 有感縮水 記得綠成親算了 看不到 再來看到14年沒有調整的 台南繼承車費率 將在明年1月27號 要實施新費率 起跳價從原先1.5公里85元 調整為1.25公里85元 續跳價也從每250公尺 縮短成每200公尺 加收5元 以短程的距離來說 平均漲幅大約是9% 包含高雄市也要跟進 台南火車站外 計程車排班 現行起跳價1.5公里85元 不過從明年1月27號開始 將有新費率 一定有幫忙 一天我說 你如果說這樣 要加一個便當應該沒問題 14年來價格沒動過 聽到要調整 小黃問長只喊大有幫助 現行起跳價1.5公里85元 未來調整後變1.25公里85元 另外需跳價也從每250公尺 縮短成每200公尺 加收5元 像從台南火車站 搭到熱門的花園夜市 就會從115元調整為125元 如果是搭到安平老街 則是多收15塊錢 整體來說 短程6公里內 平均調幅約9% 旅客搭一趟多付的銅板價 能讓汶長便當夾菜 減輕生活負擔 包含隔壁高雄也更近 14年來成本物價增渣 決定調整運價 不過未來加開行李箱 不必多收費 但遇到颱風豪雨停班停客 則會多收50元 新費率將在明年農曆過年前 就會上路 記者黃夫奇莊紀委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彰化花壇 有民眾住家 臨近八卦山脈 27號上午突然有交客來訪 一隻母的大水鹿 朝住家直奔而來 屋主使出了失吼弓 大聲地喊了一聲 嚇得水鹿當場脚軟 還摔了一跤 下一秒就隨即離開 短短結束了這場水鹿奇遇季 就在豪宅對面停車場突然衝出一隻大水鹿 他慌慌張張穿越馬渡要直衝豪宅 結果大門口都還沒踏進去 當場被屋主呵斥 嚇得他趕快進擊刹車 只是這一刹 不知道是不是地面太滑 水鹿當場嚼然往前滑壘 還涮了一跤 看來他也是有練過 想都沒想立刻站起來 掉頭落跑 這次屋主一群人追了出來 還拿著手機狂拍 水鹿其遇季匆匆一撇不到10秒鐘 有4隻狗從139把牠操到這邊來 這地方來 我這邊蠻好處 得一跤我已經要來 因為這個怎麼會得一跤 水鹿造訪時間就在27號上午快9點 彰化花壇的聽竹街 屋主說這麼近看見水鹿已經不是第一次 就怕水鹿衝進來到處踩踏破壞 賀醫生吃吼弓才沒讓水鹿親門踏戶 應該要100斤左右 或者是母鹿 在921的時候南投那邊 聽說有蠻多的養殖戶都有幫我 然後造成水鹿溢出 有一些養殖戶會水液 就是丟棄到山上 所以造成它的繁殖 彰化縣八卦山脈 從彰化市花壇到惡水 都有水鹿出沒 甚至傳出有水鹿 橫越道路時被撞的情況 縣服表示水鹿一般出現時間 在早上或傍晚 民眾遇到識別去靠近打擾 才能人路和目共處 這道帽彰化 蒼豆 為了感恩三太子聖誕 彰化北斗鎮太子宮舉辦了宮慶活動 有別以往的祭祀 相當罕見的用帝王蟹鮑魚等高檔食材來製作祭品 還以精美的果雕來裝飾 盛裝的器材也不馬虎 用的是二十四K斤的金杯席器 盛裝八十八道料理 堪稱滿漢全席 整場燕王桌號資近四百萬元 共品就像是藝術品一樣 共桌上八十八道料理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驚豔 最前頭五身除了全雞全鴨 還有整直的烤乳豬外 還特地選用高檔食材帝王蟹 這個等於就是滿漢全席的縮小白 不僅如此燕桌上還有冬瓜芋頭等果雕 雕刻而生的仙女栩栩如生 代表獻獸 還有以生薑打造的江山風景 以及各式海鮮拼盤的吉祥土畫 而這些全部出自於 宗珀塞阿芳施一家人之首 比較廢工就是我們那些蘇果的雕刻 為了感謝三太子保佑 特地在彰化太子宮舉辦祭祀儀式 耗資近四百萬元 透過食材的擺設雕刻 讓這些工品變成藝術品 這些工品不只好看 就連成裝的器皿也絲毫不馬虎 而四K金的金杯還貼有金箔 百年工藝的習氣瓷器 整場燕王桌 就堪稱是縮小版的滿漢全席 而這已經連續十多年舉辦燕王 每年都花費數十萬元 而且一年比一年熱鬧 今年規模更甚以往 就是要讓人看見不一樣的伴著文化 街道貌彰化報導